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手向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来看一下三角形的纹路 以及三角形相互交叉 并排在一起的话 形成蝴蝶形的纹路 蝴蝶纹 这两种纹路 三角形的纹路我们都知道 它出现在掌丘或者其他的位置 只要不干扰主线 它都是对运势有个加强的作用 但是如果是出现在主线上 相反会起到一个阻碍的作用 那么三角纹是这种情况 那么像如果是两个三角形 它并排列在一起 形成这种跟类似于蝴蝶状的纹路 它又是什么情况呢 它通常被认为是非常好的运气 这个是可以增强它的 出现在哪个地方 就对哪个地方出现加强的作用 比如说出现在命运线上 或者是婚姻线上 都是对这个婚姻和命运 这个事业方面都有一些加强的作用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 它如果是出现在这个事业线 也就是命运线上 通常情况下 在工作当中有可能取得比预期更好的结果 增加收入 在这个婚姻感情当中呢 可以取得 可以这个认识到你所设想的 完美的理想伴侣 这是一个 通常呢 也是可以经过自己的努力啊 获得回报啊 财富大开啊 并且呢会增加自己的收入 如果是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蝴蝶纹呢出现这种清晰的 深刻的啊 那么 它跟 命运线的正面接触 会显著的改善这个生活和命运的状态 那么如果是说 可以看到这个 在 这个 这个蝴蝶状的纹路啊 出现在明堂的位置 这个位置呢 大概就是当你在35岁的时候啊 就容易出现 比较大的转机啊 这个是在事业方面 这是蝴蝶纹 以及三角纹 代表的一些含义 那么后面的一些节目呢 我们来 详细的介绍 在不同的主线上出现 以及不同的秋体上出现 这个蝴蝶纹的一些寓意 那么内容就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阳玄机啊 如果是有困惑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